今次ET的股股推介是白威亚泰1876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组减选原因是 美国通胀高预期 市场忧虑美国联储局加快紧缩 美股连日下挫 港股延续着下行趋势 高通胀环境持续 选股部署上可以参考高盛建议三大投资主题 第一是无利和盈利趋势正面的企业 第二是可以受惠于美国加息周期的亚洲区银行股 第三是商品超级周期受惠股 从高盛投资主题上 可以考虑无利率高业绩前景向好的白威亚泰 白威亚泰持续推行高短化战略 具备高无利率和成本转价能力 业绩公告显示 首季销售成本增加大约3% 每百星销售成本增加6% 因应成本上升 集团在去年年底上调了白威主品牌的价格 今年3至4月将价格范围扩大到全国 增幅达到中位数 中单位数减转移成本压力 集团首季的盈利录得3亿美元 按年增加29.6% 收入16亿3千万美元 增加1.5% 当中受惠于产品高端化 每百星收入增加4.3% 其内无利率是5成1% 按年跌了1.8个百分点 仍处于行业较高的水平 百威亚太将下星期一随正 而策略上建议19.5%附近吸纳 反大目标看前方 撞力大约22元 大行业职后 给予目标价平均大约29元 中线可作为参考 跌穿18.5%就减辞 再职 them 再职点 热 再职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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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